同市政府電文產 進行喉拉拉隊的這個隊員 將起來的鐵盪只有八十公斤 所以變成一個危機 新疆民進黨主席總統 揣英文在中相會後 新興建政電文產牛鐵盪 真的只有七十八公斤 不過揣英文卻有一百九公斤 這個總統笑笑你 說要在三國以來 要減到一百公斤以下 如果不要他開獨當場 我也去協助揣英文在 教育公國的牽牌 將民燒起來 聲稱三身中 如果民的相批 林鄉這麼報道 這個黨部的半稱不會照價來 中相會後 在在總統的建政之下 電文產牛七十八點二公斤 真的不夠八十公斤 不過副總統說 不管總統公務相信 電文產點名後一位 叫揣英文把他打開 站在房間中身 結果比電文產 多三十億公斤 我們那一位揣英文在自己的工科 工工 把自己的民持住 現在當地在減肥 他的臉當時才會補上去 總統有下令三個月啊 枝枝可危了啦 我不是嗎 現在有做什麼運動還是 不知道啊 就在緊張 還在想辦法 還沒開始 對啦 會想啦 總是有辦法的 陸四人走出來的 要健康健康肥就要一步一腳印 和國賓民就燉不到 拍車揣油他的八道湯 為了當時要加油咧 我只是忍耐 為了當時要加油咧